郑佳颖 马国民 周佳怡 郭绍云 龚慈恩等 连一来都为新剧《儿科医生》开工 作业演员几乎都试过在工作中度过节日 但适逢这天是中秋节 佳颖和佳怡都很贴心地准备了食物和大家欢度佳解 来 周佳怡你先说 大家开心 水啊 潭水 你负责这个潭水 对 平常它是修烧夜 夜宵 但是我们今天不要等到夜宵 我们就收工了 我们也不想等到夜宵 对 要过节 今天早点回去就好了 还有今天我的西部该有很多 炸鸡 就是他 就佳颖哥了 对 老板 哎 你说这个 普通话有没有 说这个 说这个 就听说就平常很多就吃的都是家人来负责 没有啦 有时候 对啊 因为他是代言嘛 他有一个代言 家计很久没有代言 虽然有人请客很开心 但大家心里想的 应该还是希望可以早点收工 回家和家人赏月了 有一点赶 嗯 有一点赶 叫你快点 哈哈哈 一分钟就OK 因为我们今天的拍摄的时间都over了 对 所以我们有一点赶 要尽快 尽快要完成 然后回家跟家人吃饭 那马明呢就是你会回家过节吗 这个当然啊 嗯 但是之前我已经跟我的家人吃过饭了 对 因为我也有等我的姐姐跟她的 还有他们的儿子来我 来我家吃饭嘛 他说他家很热闹的 很热闹啊 对 今年过节有没有就大家汤也一起过节呢 哦 没有机会了 要开工了 对的时间 嗯 大不上 对对 嗯 那家营呢 所以今年会不会跟两个儿女去庆祝中秋呢 没有就还小 他们还小 所以就跟我妈 主要是我妈一家人吃过饭而已 嗯 很简单 但是他们是不是也在学校会做一些就是 对对对 其实说真的也不是他做的 老师做的 带回家而已了 所以现在还不懂 再大一点